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球与真 接触着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两个视觉元素 一个是点 另外一个是线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点 比较偏向是当代建筑理论里面的论数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这样去想 为什么会把球与真 这个当代建筑的论数放在这边呢 大家可以把点就想象成是 无限放大以后 无限缩小以后的球 那线的话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真吧 那球与真在当代建筑里面 它隐喻的是什么呢 在当代建筑里面呢 我们讲的球与真 其实就是指高与大 那真所代表的就是高 它指的是人类在历史建筑史上 我们不断追求的就是建筑物的高度 我们希望盖到最高 然后最长最阔 那大呢 就是指建筑物的高大小嘛 像是可能我们想要盖出最大的拱啊 或者说最大的车站啊 或者最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啊等等的 那这两个性质是在建筑史上 工程史上 人类不断在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向度啊 那是谁提出这样的奇葩的理论呢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一位荷兰也是全球当代最壮的建筑师 Ren Kuhas Ren Kuhas 中文翻译叫莱姆库哈斯啊 他是一位荷兰的建筑师啊 那1944年的时候出生于荷兰路特丹 那 早年的时候啊 曾经做过记者和电影剧本撰稿人 后来呢 到了他比较成熟 或者说他比较有一点年纪以后 才开始正式的去进入到了建筑学院 开始去学习建筑 那在伦敦的AA建筑联盟 这所学校未来各位可能会蛮常听到 如果你们想要去建筑领域的研究所的话 AA建筑联盟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那他在这边学习建筑 然后受教于这个伊利亚斯·珍希利斯 这是当时AA建筑联盟的校长 也是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授 那在他的学习教授下呢 建构了他自己对于建筑设计 建筑理论的基础 那后来又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 那并且呢 在他纽约参访期间 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一本刊物 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张图片 Delirious New Year 中文叫做 《粘狂纽约》或《狂粘纽约》吧 那最近才刚刚由田园城市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新版本的中文书书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本书影响Ramquist非常非常深远 他几乎所有的建筑基础理论都在这本书里面表现出来了 这本书呢其实就是Ramquist他对于当代都市的一个观察 然后以至于进阶变化到他的建筑设计之上 那他认为纽约城这个城市 他代表了几乎所有20世纪现代都市的特色 包含是高密度 垂直向度的发展 然后复合功能的使用 那这些都呈现在纽约市的建筑设计里面 那他以这本书呢 就对纽约市的城市建筑 然后做出一个观察 并且以此作为基础 那不断的去发展他所有的建筑设计 除了早年的时候 他在荷兰这边成立了这个OMA大都会建筑师事务所 那开始是在伦敦 后来移私到了路特山荷兰这边 然后开始以此为基地去做他的建筑设计 那他的少期的建筑设计就如同刚刚所说的 几乎都是以这本书里面的这种基本的概念 然后去做设计的 包含是可能像是他在1979年的时候 有一个阿纳姆监运改造案 然后或者是1980年代的时候柏林IPA之家 然后1983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偏向研究型的纸上建筑 那比较近年最具有代表性的 大概就是可能像是等一下会跟大家所介绍的西雅图图书馆 还有台北的台北表演运输中心 这些都是拥有这个Delivis New Year里面所讲到的 它里面这种高复合性往垂直跟大的方向发展 把我们把一整个城市浓缩在一栋建筑里面的这样子的建筑特质 那Ramquas根基在这样子的一个理论之下呢 他就不断的去发展他的著作 以及他的建筑设计 一方面用建筑设计作为实践 二方面用著作当作是他的理论基础 然后不断的去扩张他的设计版图 那与此同时他也会在AA啦 哈佛啦等这种建筑名校 设计名校里面去教书授课 也带出了一众的这种设计的子弟兵 那现在荷兰建筑设计这么强大 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年轻建筑师 或者说中生代建筑师 都可以说是受到Ramquas的影响 那旁边这本就是他之前曾经写过的这本小中大特大 那这个大概就是开始比较偏向是中国 然后开始偏向是更东方西方 东方东南亚这一边的这种城市发展 那所以他可以说是理论以及实践 同时兼具的一位很厉害的建筑师 那我们今天就会以他的作品为基础 然后来跟大家聊一下 球与真 典与献 在当代建筑里面他所带有的意涵 OK 那首先呢我想要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呢是 澳地利国家图书馆 那这个呢是位在维也纳 然后霍夫宝宫里面 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能说很大啦 就算是一个类似一个 中规模像一个小教堂一样的一个图书室吧 非常的金并辉煌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上面都是这种雕龙画缝的壁画 然后旁边的线角啦 书架啦 甚至里面的书籍 其实都可能是皇家的宫廷教师 然后呢为了这些国王啊 王子啦 然后或者说公主 他们所撰写 特别手写的这个教科书 还有来自全世界 全国各地的真本 全部都放在这里面 所以 这个是以前的图书馆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以前的图书馆跟现代图书馆的差 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这种演进演化的一个过程 以前的图书馆 应该说以前的知识 是为了特定人士而存在的 他们并不是开放给一般的民众 也不是为了要去做这一种普罗大众的教育而存在 而是为了特权阶级 像是贵族 像是僧侣 像是神父 这些人才有办法获取知识 获得权利 OK 那但是这件事情呢 随着整个图书馆的现代化 开始有所转变了 那有了什么样子的转变呢 应该说 一开始知识是掌握在特定人士里面的 那再来呢 知识变成是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上 这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废话 可是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 图书馆早期 像是它的这一个空间是 只是专门for这些王公贵族 还有僧侣所使用 但是在大学开始成立了以后 像波罗纳大学 维尔纳大学 或者是说像什么红宝大学 这些欧洲的老牌大学成立了以后 知识就变成是for知识分子所存在的 这些知识分子不一定是贵族 不一定是僧侣 他们也有可能是中产阶级 也有可能是新兴的阶级 那图书馆仍然不是开放的 但是它是可以供给这些知识分子 去做研究使用的 是属于这些特别专业的人士所使用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图书馆的查书方式可能各位没有体验过 那王公贵族那时候不用说 根本不开放给一般人嘛 那但是有一段时间的图书馆 其实变成是查阅制的 图书馆员的功用就很像是一个查阅机 你必须要把你想要找的书 你想要读的书 把他的书号 把他的书名给图书馆员 然后他再依照图书分类法去帮你搜寻到你想要读的那本书籍 然后你这里边才能够开始以这本书不论是借出馆外 还是说在馆内去做研究使用 它是一个受到保护的一个现象 那直到后来印刷数的普及 然后整个书本的成本降低 然后并且对于大众教育的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以后 图书馆才变成是我们目前所熟知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开架式的明亮的 有阅读区有阅报区 然后你可以把书本借出去 那甚至还有像我们现在24小时的阅读空间 然后完全不闭馆的模式 然后复合性的功能 这都是慢慢随着社会的眼镜教育的变化 才开始有一种对空间才会有相对应的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历程 OK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刚刚所提到的事情整理一下 大概原则上来讲 整个图书馆空间形态的发展 还有它这种纪约制度的发展 就是一个从特权到平权 从保存到分享的一个变化 早期的是特权阶级所专有的这个空间 给这些王公贵族 给这些公侯博子男 或者说这些可能僧侣 他们才拥有享受知识的这个权利 那如果有 大家如果很喜欢看小说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小说 是这个阿贝托艾克尔 他所撰写的《玫瑰的名字》 这本书里面它其实就很好的去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有关于这种早期知识的传递 它是如何被保存在修道院里面 然后由这些抄写经书的僧侣 然后去做知识的传递 那再来的话 后来有了大学院校 中产阶级崛起以后 那就变成是由知识阶级所专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那就是专家学者所拥有 那最后呢 就是批民阶级了 由普罗大众所共有 那这时候 他的这个图书馆的存在呢 就是变成是要传播知识 所以从早期的专有 到资料的查询 然后到资讯的传播 这一连串的变化 都再再影响了图书馆建筑的形态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刚刚有提到嘛 可能图书馆的 当代图书馆的建筑形式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特别的 有趣的几个造型 以及空间的构成呢 其实大概就是源自于教育的普及 资料的评深 都市计划的成型 现代化福利机制 印刷数推广 以及书本成本的下降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才导致了现在图书馆的形态 早期你可以看到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 看起来就像是个牙底 就好像是这种西亚罗马时期的这种神庙一样 非常漂亮的注释 然后仿佛是一个知识的圣殿 那当代的呢 变成西亚图图书馆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 由Ram Kuhat所设计的 现代图书馆 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图书馆 那它看起来明亮 然后开放 然后好像是一个有机的 没有一个非常对称 然后规矩的一个几何形式 那是一个开放给所有人使用的一个公共空间 那这就是现代化图书馆 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保存知识 或者说让纯粹供专家学者去查阅 而是让人员都可以在这里去分享 他们所想要听到的 想要看到的 想要查询的资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西亚图现代图书馆 你可以看到 它的外观 首先我们都还是先从外观开始讲起来 因为外观最直接 它的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堆叠歪了的叠叠乐 好像是这样错位的盒子 然后用这样子一个格子状的玻璃 尾幕把它cover住 把它给罩住 那里面 如果进到里面的话 就是这样一系列 开放的 没有太多的格墙 然后全粹就是用这样子的非固定家具 然后以及一些摆饰装饰 然后去营造出它的室内空间 然后让它拥有高弹性 然后多样化的一个使用形式 然后大面的玻璃开窗 让光线可以自由的流入进来 然后呢 并且是一个明亮 宽敞的一个室内空间 那RAMQ还是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去做设计的 它为什么会把图书馆变成是这样子一个像叠叠乐的一个几何形态呢 那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设计手法开始跟大家聊起 刚刚也有提到前面已经先铺陈了 现代图书馆的功能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 它变成是一个知识的传播站 它有很多样各式各样的功能 那并且又想办法被这些功能都集中在一起 如果大家有去过可能像是新的台南市立图书馆 或者说桃园的新市立图书馆的话 大家就能明白我所讲的事情 现在图书馆已经不再只是纯粹让大家去那边读书 K书查资料的地方 它也会是多媒体中心 它也会是举办讲座的空间 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是艺文空间 然后作为是一个展示展览用的场所 所以现代图书馆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个复合型的建筑物 那Ramcox他也了解到这一点 那他解决的方式呢 就是回归到他在狂瞻纽约里面 在瞻狂纽约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设计的手法 那就是变成是以高跟大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 它不像是过往的建筑 过往的建筑因为土地空间足够嘛 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往水平去延伸 那当代建筑的特色 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往垂直向度去做延伸 越盖越高越盖越大 那以这个西雅图公共图书馆而言呢 它也是如此 那Ramcox在整理出这栋建筑物里面该有的机能 这个机能我们通常把它叫做Program 就是它的使用机能 我们把它叫做Program 那它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呢 开始想办法去像硬碟重组一样 把这些空间重新的组合到了它垂直向度的这一个大楼里面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旁边所放的这些草模 这就是Ramcox他们那时候在跟设计师团队讨论说 我要怎么样去组够这里面的空间量体 去安排这里面的空间形式 那这是一个剖面图了 你可以看到顶楼是Headquarter 是这个企业总部 然后Reading Room 然后在Mixed Chamber Assembling 然后Living Room State Floor 然后Kindergarten 然后Parking Space 等等的 那这些都在这一个垂直向度的空间里面被整合 被压缩到了这样子一个box里面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Ramcox OMA的设计说法 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从Diogram出发 Diogram指的是这种小图示 这个就是我请大家务必 如果你们想要走建筑设计空间设计 这个行业的话 务必要有能力 因为Diogram其实它是简化的图示 它是把概念抽象化 然后以图形化去做呈现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每一个设计作品 每一个 每一个操作都要用这样子一个 都要这样子用一个精准 然后正确的几何图像 正确的这种图说去做表现 所以呢 当我们如果要在做从概念开始 从初步设计开始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使用Diogram的方式去做呈现 所以这个都是Diogram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把具体化的概念 具体化的东西 然后把它变成是抽象的图像 简化过后去萃取它们里面的精华 然后呢 去做一个概念的呈现 这就是Diogram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Diogram图像它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Program堆叠在这里 一开始它还是用这种柱状图的方式去做分析 那它的东西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这个柱状图的具体呈现 你可以看到 首先呢 它先把所有各式各样的杂七杂八乱七八糟的图书馆空间 所有的空间需求整理在这一张图标里面 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块去标示出来 那再来呢 它把虚空间跟实空间给对比出来 它计算出来 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楼地板面积而言 那68%会是这一些虚空间 就原本在所使用的虚体空间 那32%则是实体空间的部分 那这就是 可能包含书本啊书架啊家具等等的 那之后呢 它再开始把有一些有相关的类似功能的空间整合在一起 好像是在做硬碟重组一样 把这些碎碎的乱乱的小空间全部重新整合在一起 让它变成是几个大区块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几个大的box 它们如果是可能互有关联性的 那我就把它凑在一起 可能像是老人阅览器啊 跟儿童游戏室 它们其实是可以互相放在一起的 为什么 因为看到 当老人家 本来就喜欢跟人家互动 喜欢看到年轻的生命力嘛 如果这两个program 这两个技能把它凑在一起 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有趣的化学反应 那又或者是说 可能表演空间 它可以跟 一楼的公共空间整合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多功能形式的一个开放空间 这个大概也是一个我们可行的一个操作方法 所以先把自己的大机能全部整合在一起以后 之后就开始玩空间的操作 它开始去把左边推一点 右边推一点 然后开始去推拉出有趣的挑空 让它们彼此有了这个挑空以后 空间跟空间之间就有了穿透性 那我们的视线 我们的互动 我们可以从楼上看到楼下 我们也可以从楼下也许听到楼上的一些动作 或者说它们的一些声音 那这就变成是一个空间操作的手法 那最后从这张图片 我们就可以联想到 它变成了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个RAMKUHAS的西雅图公共图书馆 所以这是一个被重组的program 然后呢 从垂直向上去做堆叠 然后变成是一个 好像是垂直的城市建筑物一样 那这个就是RAMKUHAS的设计特色 那它的原称叫做The Culture of Congestion 就是永色文化 那永色文化其实指就是 现代城市里面 现代都市里面 那这种楼挤的复杂的建筑物 然后全部都被塞在同一个样题里面 好像是一个围形的城镇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最后它的这整个建筑的外观 明亮 开放 然后功能复杂 全部都整合在这个box里面 像是一个复杂的人体机构 那全部都靠这个大型的玻璃维幕墙 整合在一起 OK 那最近 应该已经完全完工了 而且已经开放在做使用了 那就是这个台北 Performance Art Center 那有人把它俗称是贡玩乳蛋 那这种建筑物呢 长得非常非常的丑 那时候在 它这种案子 这种大型的案子啊 都是透过我们讲的叫做公开招标 或者说禁途的方式 当时呢 台北市政府 然后邀请了很多全球各地的知名建筑师事务所 知名建筑设计公司来台湾去竞赛 包含是Zahadi 这是Rem Kuhas的学生啊 然后还有OMA OMA就是Rem Kuhas 那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台湾的代表还有这个刘培生 那是台湾的算是大型的建筑师事务所 还有美国的也是大师级的假设叫Toneman 就是Morphosis这一家建筑公司啊 那都来角逐这个台北表演运输中心 那最后获胜的就是这个 OMA的共玩乳蛋方案 那为什么它会获胜呢 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 这个当时的净途 在Google上应该都还找得到 这块基地其实不大 旁边呢就是捷运站以及士林夜市 是一个很小的一块基地 那大部分的建筑师呢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 尽可能去做大 然后做到好像在做一个 他们自己的大经验碑一样 做得又帅又酷又漂亮 那只有Rem Kuhas 他想办法用一个很精简 然后很复合性的一个量体 然后把所有的空间机能 整合在一起 那就变成了 你虽然所看到的这个共玩乳蛋 那也因此大家认为 评审委员认为 这个案子可能最适合台湾 这样子一个地狭人仇 然后复杂的 机能复杂的空间 那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就 就获胜 然后得到了首奖 那也变成是现在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 共玩乳蛋的建筑物 那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 这座房子它是怎么样子 跟利用这样的狭小的空间 去做整合的呢 事实上 他把利楼的空间给开放出来 让人流从士林业势跟 这个北捷 能够进入到这里面 让他一楼的空间 变成是一个半开放的大平台 半开放的一个大户外空间 那很多表演 那甚至说很多的艺术活动 都可以在这里举行 所以光是使用的弹性上 它就不像是过往这种 高大上的 这种表演艺术中心 它有更多的弹性 那最重要的 最特别的一个设计 请大家再看一下剖面 这个破满乳蛋呢 它总共有四个量体 一个是这个球 然后两边的这个梯形 以及正方形 以及中间的这个大盒子 大玻璃盒子 那这个设计呢 它其实很巧妙的地方 就是把三个不同的展演厅 透过这样子的几何空间 整合了在一起 那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想要用小型的表演空间 那你可以选择去这个球里面 或者说这个梯形空间里面去做使用 那如果你希望是一个整合型 可能要一个很长的伸展台 去做时装表演的话 那你就变得可以是从 这边串到另外一边 然后全部打开来 变得是一个弹性的大型空间 然后来去做 这个表演活动的操作 所以它本身这个复杂的几何量体 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它是反映了这个机能 这样复合性多样性的机能 把很多复杂的行为 全部都塞到了这样子一个精简 然后奇怪的一个造型量体里面 那当然直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认为说 这种方形真是丑啊 破坏了台北市的市容 但是它在设计的理念上 确实是读出一格 然后非常跨时代 然后非常符合 这个Ramquist他的 一直以来的建筑思维跟脉络 OK 那所以以上 我们大概用西雅图图书馆 然后以及这个台北表演书中心 跟大家聊一下 什么是球 什么是针 球子的事情就是打 就是想办法 在当代建筑里面 我应该说 一直以来我们所追求的建筑设计里面 就是希望能够盖大 那针的话就是追求高 那反映到现在的话 这个大的东西 因为比较不可行 所以我们就把东西塞到里面去 高的话呢 就变成是一种垂直的解法 把原本是水平散布在都市空间里面的空间技能 全部都往垂直的项目上去做发展 那这边就是Ramquist他所指的 球与针 那也就是他所使用的建筑设计手法 勇士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 的说明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下 最后一个基本的设计元素 也就是面 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